那臭宝说它的宝莲兜养的不挂赛了 说掉叶子这那那那 没开箱我就怀疑是冻的 这是三西的花友寄过来的 三西 三西 说到三西就是酒 我一话比较浓重 打开看一下 冻的花友 这就冻嘎了冻死了 人话说你救就救不了了 这个真没得救了 掉落叶子严重 这冻的它不掉落叶子严重吗 这是它寄的地址放的电枪 这个没得救了 连打开看的必要都没有了 都已经冻烂了 有的话说低温以后冻死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低温冻死的了 这个就是冻死的 土没毛病 土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别的都没什么问题 就是温度过低 还有一个你是不是脱土换盆了 这位花友 你是不是洗根换土了 感觉特别像你洗根换土了 你这放了个啥 我很好奇花友梅 你看 放了个松果 你放在玩的干啥 你垫底是吧 垫底下 我发现花友梅养花什么都能有 蛤 是不是想长菌子 想长菌子 云南人就吃菌子 打死都不承认这个蘑菇有毒 你要是他吃蘑菇中毒了 他说这个蘑菇没事 肯定是我盐放少了 要不就是说没放大蒜 要不就是说放香菜了 从来不承认 这花友这个就冻死的 没别的毛病 这个给花友救的宝莲灯也尬了是吧 这也尬了 其实有时候不怕丢的 你看 我们的也冻死了 没办法 这个气温低 你看我们这个就冻了 看到没 但是这一棵呢 还没有尬 看这里也冻死了 这就是冻死的 这不是别的毛病 有的话说老虎一 你专业养花的还能冻死 我给你们讲了 我们这个加温设备确实跟不上 就现在这种加温 一天一千多块钱都加不上来这个温度 所以说冻死了 没办法 所以老花一也会冻死花 你这回你平衡了 就是你心里边是不是感觉贼平衡 你看 你冻死一盆是吧 一盆两盆 三盆四盆五盆 那边全都是 这边冻死的那些花呢 全部被他们收走了 这边是一整排 全部都是 原来那一块全部都是宝莲灯 全部冻死了 后来让他们给收起来了 应该 这里还能看到他们的 还有四十五是吧 你看这是冻死的叶子 我们还没来得及清澎 你看这个也是冻死的 这都是温度太低 冻死了 这个没办法 没有了吗 这边 这边有好几颗冻死的 君子兰也不耐冻 这个龟背竹 这是白井龟背吗 给我冻死了 都冻死花 很昼长 这个也冻死了 这是个无花果 还冻死了 盆栽的 你看吧 这个鹿角角 就是跟花尔美说什么的 谁都会把花养死 你别听哪个大神说 他一盆花养不死 你上去就呼他 就老花一 有的话 你年纪青青就敢叫老花一 温大夫说我这十年了快 因为现在说话可以说十年了 我这十年以来啊 我养死的花 每年都得养死万八两万块钱的花 你们养花是一颗一颗死 我们是一片一片死 就是我们够多的是把花养死 知道经验如何不让它死 知道吧 或者说那花有病了 如何去救 所以华尔门要明白哈 谁都会把花养死 你吸取经验嘛 下回你在养宝来中就知道了 温度不能那么低了 对不对 好了别再没什么了 想要寄养的错法 可以联系后载绝不设计的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游乐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翠仔业 拜拜错吧 嗨 嘿嘿